4、3、2、1、0 然后吹起来,像《Falcon 9》和《Cargo Dragon》进行 2018年,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又进一步 由特斯拉公司创始人亿万富翁爱隆·马斯克 创建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飞行器发射次数创下记录 猎鹰9号的使命是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 这只是该公司19次发射之一 而年末还有三次预定发射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三次发射了相同的火箭 这创造了另外一个历史 该公司一直希望让太空旅行变得更加经济可行 太空旅行当然不便宜 这个标价将是20万美元 2018年,国际空间站庆祝了20岁的生日 国际空间站仍然得到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和俄罗斯 以及12国组成的欧洲航天局的资金支持 在不利消息方面,研究人员说 从国际空间站卫生间和健身房提取的五个细菌菌株 均有抗生素耐药性 80%的几率可能导致人体疾病 美国之音目前还无法独立证实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出的视频 但是视频中一架中国火箭发射升空 查额4号探测器定于明年1月在月球的背面降落 它除了带有巡视器和摄像头 还带有土豆和芥末的种子 还有产卵 来看看它们能不能在低重力的月球环境中生长 NASA的升空探测器明王号 飞到了离小行星本弩数十英里的地方 本弩是一个大小像摩天大楼的小行星 明王号花了两年的时间到达那里 科学家竟发现了液态水的化学成分 他们也在研究本弩是否会在150年后与地球相撞 目前这个几率是27% 位于NASA列出的可能撞击地球物体的第二位 在1977年 NASA发射了旅行者二号 今年旅行者二号进入了星际空间 也就是说它已经飞离了太阳外围的颗粒和磁场保护层 而它搜集的信息需要16.5个小时才能被传回地球 研究人员说 他们希望旅行者二号能够再服务九年 这是NASA的火星探测器洞察号成功降落之后 科学家们高兴地手舞足蹈 洞察号肩负两年的探测使命 它是第一艘旨在探测火星深层的探测器 在花费6个月飞越3亿英里之后 洞察号在降落的几分钟后 传回了火星表面的模糊图片 在进入2019年之际 让我们地球上的这些人 对那些在空间站中的人说一声 新年快乐 美国之一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一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